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合了葛门葛派的精华理论和实践经验 容百家之长成一家之严 并且我们的超人之处就是可以铁口之断 非常的灵验 只要我们在坟前一走 马上就可以说出其疾胸祸福 家人事件无不应验 令人贪福 鹰呆风水呢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 都是非常细腻的 每个环节都非常的精细 因为怎么说呢 羊呆呀是和人打交道 而鹰呆呢就不一样了 是和鬼打交道 大家说鬼在八卦里属于哪个卦象呢 知道吗 这个呢可能有的人知道 有的人呢不知道 我告诉大家吧 鬼魂呢在八卦里属于迅卦 迅是什么呢 迅主风主气流 那么鬼魂呢就是一种气流 这种气流呢可以说无孔不入 对我们风水师的操作呢 操作水平的也是一种挑战 必须要求我们去认真的对待所有的问题 才能够万无一失 有许多风理师呢 畏惧这个鹰呆 他不敢去做鹰呆 只做羊呆还不做鹰呆 特别的怕出意外 其实呀 没必要这么担心 只要我们实践到位 再加上一些必要的防护措施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反而呢 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好的运气 如果大家把鹰呆风水学好了 做好了 那么呢 其他的风水 像什么建筑风水呀 家居风水呀 楼盘风水呀 都非常的好解决了 我们呢 安徽学派的鹰呆风水 做得非常到位 给各位学员呢 解决了很多实质性的问题 希望大家呢 能够认真的把握好 这次学习的机会 下面呢 我们举这个简单的实例 来阐述一下 我们的风水方面的特征 如果说 在夜晚 在坟墓的周围 如果说 如果说 出现了 这种像大树一样的云团 层层白雾环绕 说明啊 家中 儿孙兴旺 必有贵人出现 坟墓墓 夜间 如果说能闻到香气 或看到朵朵 红花花 在坟前出现 家中将出现 贵妇人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说的这种 红花花啊 它只是一种虚幻的这种场景 或者说是一种云团 如果说家中 如果说这个坟前呢 或者坟的旁边啊 如果真的出现了 真的 花朵 野花 否则呢 这时候呢 可就不是说什么好的现象 它呢 会使家中的人 人呢 某些人呢 婚姻不好 容易半桃花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把这种现象分清 这只是一种虚幻的场景 云团呢 或者是人的眼睛 就说 分不清了 就看到了 有这种场景 那么呢 就说明 有这种场景会出现 家中将出现 贵妇人 还有 坟前呢 像笔杆一样的山峰 是文昌山 祖吉利 祖后代 出文职人员 扑官贵之人 这正所谓 何知人家 代代贵 文笔山峰 党免对 坟地呢 不管立什么山 什么象 只要 银位上 这是钱 这是 这是子位 子丑 银 正好 这个银位上 这个位置上呢 有井 井边呢 有交叉路口 有这个交叉路口 家中必有 上吊凶死之人 百灵百焰 坟地 藏在 交叉水 这个道路呢 就足水 一般的说 我们说的水呢 真水呢 很少 一般的就是说 道路就足水 藏在这个交叉路口 也叫交叉水上 这旁边呢 家里呢 出精神病人 还会发生一些 伤灾事故 文历 不管历什么山 什么象 只要鬼水设坟 家中必有毒药 往生 服毒之人 这鬼水 这二十四山呢 人 子 鬼 如果说在这个鬼山上呢 鬼山丁项呢 鬼山丁项 在这个鬼这个方向上 如果说出现 有水 就说水呀 不是说 咱们说的真水 不只是 大家说的真水 当然有真水 也是 也是道路 道路也算 就说 比这个 地平的 就说的 比这个 地平的 稍微低一些的 就算水 如果是个水呢 相对于 这个水 就是说相对于 这个坟呢 比较低 就算水 这个水 如果说在这个鬼方 充设这个坟的话 那么 家中必有 毒药王身 服毒之人 坟地 不管地什么山 什么象 只要尘方 虚方 尘方 虚方 这是虚方 这是尘方 正好是相冲的方向 有水 冲坟 水呢 也是指道路 家中呢 就会出现 凶死之人 粉身碎骨 惨不忍睹 坟地 不管呢 立什么山 什么象 只要甲方 有水 冲射坟 甲方 有水 冲射坟 家里呢 就有上吊 自杀之人 活着说 有多肝病 与肝癌之人 因为甲方啊 这个甲呢 代表肝胆 甲肝乙胆 与肝肠肠 甲呢 代表肝 甲方要有充射坟的 这种水 水路 那么呢 就会 家人呢 就会有得肝病的 或者肝癌的可能性 而且呢 家里也有上吊 自杀之人 坟地呢 不管立什么山 什么象 只要潜水 射坟 就代表有个车祸 家里人呢 腿脚 有毛病 腿骨骨折的 叫做 头行不正 被石头 压死 砸死 之惨祸 有这种惨祸发生 前方啊 因为前方啊 一个是代表头部 再有呢 是代表 腿部 右腿啊 特别是 右腿 所以说呢 就会出现相应的后果 这个前方出问题 那么相应的腿部 头部 就会出问题 再有就是家中啊 就是说 一些年长的 男性 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因为前方嘛 代表老父 代表老者 好 这几个例子 就给大家看完了 啊 下面我们看 中国风水学的核心内容 核心理论啊 嗯 阴宅 阴宅的风水学的总论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内容啊 中国风水学的核心内容呢 是天地人合一 中国风水探求建筑的择地 方位 布局 与天道自然 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 恰是中国风水学的 人与自然的融合 即天地人 天地人合一的原则 排斥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应 并指导人 如何按照这些感应来解决建筑的选址 乃至建造 才创造了中国 东西南北中 割据特色的传统城市布局 传统建筑形式 及建筑景观 因地制宜 美不胜收 那么英宅风水学呢 就说 在中国传统建筑之中 千方百计 寻求营造一处 好气赏 这就是风水 风水呢 贯穿在中国建筑活动的各个过程 从选址规划 建筑单体 园林小品 室内外装修设计到施工营造 几乎无所不在 研究勘语地数呢 应该从阴宅入门 人生祸福吉凶 阴宅聚一半 阳宅聚一半 若是祖坟呢 阴宅不掺凶器的话 一遇到吉宅 则荣华富贵可期 若是锁住阳宅衰退的话 就算有很好的阴宅福印 还是很难发福 地理仙师蒋公大红 锁住天元五哥 论阳宅中云 人生最重要的是阳居 阙宅宅福利期 宅气不宁 遭获救 古埋真血 贵南期 建国定都 官治乱 铸城治阵 气安危 视看田舍 风赢者 半世阳居 偶何意 阳居择地 水龙同 不厌贤骗 亦论重 但比阴居 亦扩大 不整秀丽 喜粗雄 大江大河 收弃后 涓流滴随 不官风 若得乱流如知谨 部分元韵也横通 这些东西呢 这些 这个天元五哥呢 讲的就是说是 一个是 比较就是说 现在来看的 可能大家呢 刚接触这个课程呢 刚接触这个课程 显得比较深奥一些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 后面呢 我们会一点一滴的 为大家讲解啊 把每个问题 都给大家讲的 非常清楚啊 一开始呢 我们这是给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 这种概括啊 对这个阴代风景学呢 一个简单的概括 让大家呢 对这个 一些基础内容呢 有一个粗步的了解 就可以了 这个天元五哥呢 说明了阳带的重要性 若能经验 天元五哥呢 则对于论阳带 并能铺类旁通 穷其所变 若向人向阳宅 一进其家 推算其宅命 则可知宅的心非 急凶祸福 阳宅外物形 效法于阴宅 其他方面比阴宅 更为复杂和琐碎 所以自古以来 有精通阴宅者 而很难看好阳宅 精通阳宅者 也很难看好阴宅 研究勘于地数 应该从阴宅入门 从九星的套龙 寻脉开始 审鸾头堂局 定血点 裁剑 造葬 这些都是地数的基本 但是很多学者 学堪语者 未阴宅 而重阳宅 所以一般为师者 只好迁就学者 以宅相学入门交旗 一般初学者 可能只论东西 四宅命绝 这只是 堪语学阳宅部分的 一小部分而已 不可以此而自满 以为自己学到了堪语学 否则就犯了 一瓶的不满 半瓶的逛荡 犯了就是说 初学三年天下无敌 再学三年寸步难行的后果 阳宅 须于三元九运 地 吉凶为原则 再配合 鸾头 沙水 明堂 水路 地形地物 相互配合的形式 再来阳的造型 立局 是否符合 阴阳五行八卦的深刻学理 然后 九星八卦 以定其心外其胸 最后呢 才以宅主的命功 选定东西四宅 即安对屋内 之内六室 大家只是把这些内容呢 做一下简单的 了解就行 没必要把每个字 这点都弄清楚啊 后面我们会有详细的讲解 其世间应断 应以主运流年 九星紫白 嘉林 于年月太岁 何参而断 其艳如神 百无一失 以下呢 是八宅敬坛 以主星 流年星 嘉林 八局 八方断绝 生入煞方 生气星呢 入煞方 煞气方呢 断疾病 煞气星呢 入生方呢 生气方 断生死 死气方 上煞来 冻田蝉 才 来煞处 损生处 沙林观沙 穿心汗 生入生方 处处兴 唯有五黄 正观煞 八方到处 不留情 若生见生 则主 尽财 增产 生见上 则主 官司 得贵人救 尚见上 主损人口 破财 官宋 火灾 等等 尚见生 则半疾 半凶 上半年疾 而下半年凶 退见退 退就是退气的星 就是不再当忘的星 已经过时了 退气了 退见退 则主 车祸 疾病 生见退 生气星 见退气星 则主损生处 小口 若相不当忘 逢流年紫白 忘星 挨到 主发祸发凶 这便是山上龙神 不下水 水里龙神 不上山 这是悬空方面的 主要理论 我们那个风质学呀 综合了 各门各派的理论 像这方面呢 就是用到了那种 悬空方面的知识 蒋公云 无鬼祸害 起尽 绝命之方 生气天一 不尽是 延年之路 若是 宅气当忘 虽然绝命 无鬼是 无法寝害于 忘吉之宅的 若宅气衰退 虽然是 延年 天一 也是无法 补救 凶事的发生 所以杨宅 并非以 东西四命牌法 为其 法决 其法 亦不能改天命 而夺神功 若以此 东西四宅命 决 来 厌断 宅 阳宅的基凶 他的灵念度 并不高 阳宅基层 总论 云 阴阳二宅 其理 则一 阴阳二宅 在理论上 是统一的 而做法 而做法 和用法 则有同 有不同 共同者 是龙穴杀水 四大端 事业 其不同者 因 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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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决下 锯 名誉阴宅者,或未按阳宅之圆傲,求其彼此兼通畏义。 看宅之法,需自远而尽,由外至内。 自通宅至分房,然后局势分明,而细微毕露,也就是说从整体到布局,先干整体,再看布局。 相依八卦,理痛何落,突出不外太极,故戏家推测。 由大势而何观其极雄祸福,是所谓同体以太极也。 按方位藏间而分别其圣率修旧,分别给的就是说是归纳出圣率修旧来,是所谓物以太极也。 其中阴阳五行之理,何除落书之运,深刻致晃,神妙莫测,过能探觉威傲,自然正艳如神。 今讲看宅之法,足以哀起似续,并列于后,寻世而退,数无于愿意。 讲的就是说,特别就是说,比较深奥难懂,但是呢,后面我们讲的就是说,用我们最普通的语言给大家讲解,让大家呢,每个人呢,都理解的特别清楚,这样的东西。 不能说咱讲出来啊,就是按古书上讲,这是不行,大家都接受不了,只能说按照我们通常啊,能够理解的一些语言给大家讲,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石板弓背。 让每个人都能听懂,关于古代看风水的几种观念,古代风水时,首天呢,地理五诀,哪五诀呢? 就是龙,就是龙,血,沙,水,巷,相,相应的活动是,密龙,查沙,关水,点穴,立象。 这也是我们做风水的步骤,先寻龙点穴,先寻龙啊,再看看周边的沙呀,水呀,然后开始点穴。 点完了穴以后,就开始立象了,就开始做了。 啊,那么什么是龙呢? 龙,就是山的脉络。 土,是龙的肉。 石呢,是龙的骨。 草木,是龙的茅范。 寻龙,首先应该先寻, 祖宗父母的山脉。 因为呢,气场啊,就是从祖宗父母山脉,一脉传承的,然后传到我们的学位当中。 审气脉,特别,审气脉,别生气,分阴阳。 然后根据气脉的不同呢,分别呢,给大家审辩出来。 然后加以应用,而为我所用。 所谓祖宗山,就是山脉的出处,群山起源之处,父母山呢,就是山脉的入手处,审气脉,即止审住山脉是否屈服有致, 山脉呢,山脉呢,是否有轮运,有轮有运,为疾,否则为凶。 还有熏龙呢,虚分九世,九中龙世中有,回龙,出阳龙,降龙,生龙,巨龙, 真龙,腾龙,领群龙,来龙呢,就是山势曲折婉转,奔驰远赴。 树家呢,常言,看风水即逝,登山看水口,入学看明堂,又曰,得水为上,堂风赐之。 有山无水,修寻地,有水无善,亦可结,可见水在阴阳风水中的重要性, 水之急凶祸,水之祸夫,应促,山之祸夫,烧池。 水有来,有去,有水床,有水口,水清诸雀,禅玄舞,绕青龙,包抄白虎,为养烟之水。 水要回旋,要到堂,要上街,要拱背,要入背,要入怀,要弯抱,要羊鞠,均为上级之水。 经约,逆水异地,剩余万脉。 山,怕粗恶,水暗,前程,纵横,四肢,方有眷恋之情,惠则如虎,在其精血之处,看其左右前后, 如见水,三横四直,弯曲交流,幽如知锦,知博,此为沙炼水。 水炼沙,有如夫妇相随,不肯离意之状。 水道,明堂,活左活右,可知沙水交汇之事。 但需便水的出入,向河方朝汇,可出于,可出于大江,可出于大湖。 故人曰,洋洋悠悠,故我欲留。 大地必有逆荣之水,好地必有逆上之流。 龙逆水如夫妇交感,万川同归者,亲而又亲,来而不去者,恋而再恋。 水如弯曲,如有情,如酒取水,为嗅水,却为外应,而皆于内,甚为贵重。 三台朝岸,横摆当前,而学皆于前,越靠前者越快发。 水深处,民多负,水浅处,民多贫,水聚住,人丁重,水散处,人不住。 此为,因即向水之法也,池塘水有生成者,蓄积财禄,血迁钦之醉积,如旺开池塘。 伤残吃发龙戏,主照凶祸之灾。 就说,这个水啊,能聚财。 但是说,你这个,靠的这个水啊,应该是说,年代应该比较久远,才能够就说聚财。 如果说,你私自,就是说,为了就是说,离水尽着,你私自开一个池塘,那么呢,那肯定会招来灾祸。 你开的这个池塘,首先呢,要用你的一些材,把这个坑啊,给它填满了,然后你才能发福。 你想想,你会遭致,什么样的凶灾吧,你自己就明白了。 龙若住,水口侠,若不住,定宽阔。 气怪形,论得水。 五龙落,似水聚。 真血脉,真生气。 变缓,趋得水格之贵。 直流直去,下见莫取。 水主财,主路。 水为地脉之雪, 雪脉周流而不停止。 日夜不息, 尽归于海。 水喜动, 不动则聚。 聚则雪盈, 故人得路, 故曰财路。 水来之处, 未知天门。 如水来, 不见源流, 约天门开。 水去为地户, 不见水去, 约地户壁。 水主财, 门开, 则财来。 户壁, 则用之不尽。 水深处为财大, 浅处则财小。 水口即门户也。 门户就是水口。 水出之处, 有两山高耸, 跪地也。 又如交所为妙, 水口高耸, 紧夹, 此处地为最大, 水口平低且宽, 此处地为轻微, 有龟啊, 狮啊, 狮啊, 象啊, 等重重把守啊, 就是一些地形啊, 一些就是说, 高大的就是说, 一些山岭啊, 像龟啊, 狮啊, 象啊, 等重重把我, 似水环绕, 赴地也。 故曰, 江西干州看地之妙诀, 先取龙戏, 龙戏望, 则人丁兴旺, 次取水俱, 水俱, 则财俱, 三取沙秀, 沙秀则观高文秀, 次取菊元, 菊元则富贵永远, 大凡富甲之乡, 大都为山环水豹, 湾区有情之地也。 登山, 看水口, 入穴看明堂, 凡水来处, 为之天门, 水来之处为之天门, 水去之处, 为之地库, 这也是风水术向水的基本常识, 也是选地定局时要明确的首要问题, 但如何定水口呢? 首先要考虑随龙水, 也就是说原尘水上找水口, 不水口, 其次在原尘水不上唐的情况下, 则考虑在借龙水上找水口, 而后呢, 再依次考虑干水, 治水, 进水, 原水, 但收水的原则呢, 是先亲后情, 先大后小, 先进后远, 但水的形态又变化万千, 这些知识呢, 就是说原尘水啊, 找水口, 这些知识, 我们后面呢, 有详细的讲解, 在这里只是给大家一带而过, 大家是有不明白的, 也没必要深究, 没必要这是什么, 我听不懂啊, 没必要这样, 后面我们有详细的讲解, 现讲的向水的详细口诀, 记录如下, 第一呢, 水大, 不易荡, 就是说水啊, 比较大, 不易荡漾, 第二呢, 水去, 不易泄, 水走的时候, 不应该是泄下去的, 像瀑布一样, 不应该那样, 第三, 水高, 不易跌, 水高了, 不易跌下来, 第四, 水潮, 不易冲, 前面有水潮的, 就是潮水, 但是不易冲, 不易冲的往前, 水进, 不易割, 水进了以后啊, 不能割自己的脚啊, 太近了, 太近了, 那叫割脚水, 那个不能割, 不能离太近, 第六呢, 水远, 不易小, 就是离水离我们远, 但是水不能小, 水横不易反, 水可以横着, 水横, 水横着呢, 不应该反, 反是反攻水, 反攻水呢, 主破财, 主一些伤灾事故, 嗯, 第八呢, 是水爆, 不易裹, 水爆过来可以, 只能说是, 就是说, 在某一个方向爆, 但是不能说把这个, 把我们的宅子啊, 全部裹起来, 这不行啊, 这个范里风的学生就大忌, 第九, 水滴不易停, 水滴了, 不应该停在那里, 而需要就是说流动性的水, 第十呢, 水队不易邪, 水队呢, 不易倾斜, 只有遵心这些法则, 才能定好水, 与水口, 否则向水一错, 全盘皆错, 而那些只顾理气的帝师, 一心为了让望水上膛, 或前移后塑, 或挨左挨右, 移动学位, 来改移水口的相对位置, 如果照这样的话, 前移是学, 后塑也是学, 左移是学, 后挨也是学, 那又有什么真学可言呢, 真学, 就哪一个在那摆着呢, 你不能把学位移来移去的, 这肯定是不行的, 作为风水师, 确定水口, 或为使用望水上膛, 迎神必上, 应该通过改变立项来实现, 风水宗师刘江东, 在家乡赶南点学的刘氏宗词, 即是佐政, 该词在佐前水, 元臣水, 与正前方甲水, 支水, 河流出兵方, 若考虑堂局专政立项的话呢, 水该出丙方水局, 水口, 但墓库水上, 堂为败局, 流工巧妙地立庚山甲相, 兼人身, 便水出丁方之墓局, 收生, 潜水望, 甲水上堂, 此时堂流逝几百年, 人丁兴旺, 官复不断, 真可谓回天有树, 那么如何知道, 由人祖上风水的兴拜, 兴隆于破败呢, 祖上风水的兴隆于破败, 最直观的体现便是面相, 从面相上就能看出来, 若五月五月古高的人, 祈祖上风水, 变得龙脉地势之力, 似水清秀的, 变得水法之来源, 像这个面相的知识呢, 我们就说在我们那个相法上呢, 有一个讲理, 大家学一下相法就可以了, 若子气迎面的, 便是祖上风水得气, 若面色皱枯, 则其祖上风水泄气, 若眉骨若骨粗, 则祖上风水暴露, 骨气则祖上风水隐蔽, 若骨粗骨粗骨骨, 眼又着陆的, 祖其祖上风水暴露火, 即炎下源后, 为葬, 凡是葬后, 便生一难的, 日月角齐齐, 龙虎并逃, 后山风怂, 紫气绕面, 此种神光便是地灵得气, 人才两望。 若藏后生难, 则气度神满, 肉粗骨粤, 五月不正, 则似水神泛滥, 其他也不得是, 而无风水也。 若头骨风龙, 面部充满, 而骤然气血枯高, 目光无神的, 则有风水呢, 则有风水, 但已泄气, 数祭后呢, 必败, 若面部呢, 丰满, 洁白, 文冲质破骨, 耳目阴生损, 则一定是, 水岗, 桥路, 通雨, 雍塞来龙, 手足腰背鱼, 吃呆癫狂的, 有狐须发镜像, 且如草如毛的, 则其祖上风水, 必受树木雕乏于欺凌, 若面色焦乎, 而无神器的, 颠倒错乱的, 定是祖上风水被杀, 容脉泄气。 下面我们讲一下, 改葬应该注意的问题, 若认为祖木不佳, 亦有改葬者, 需注意呢, 有三不可乱改啊, 第一呢, 开坟的见下龟, 蛇, 此乃生气聚, 则不可公改, 因为怎么说呢, 有个龟呀, 蛇呀, 这些动物呢, 他们呢, 就说对自然的感应, 能力都特别强, 他如果说在某个地方居住的话呢, 那么这个地方呢, 肯定特别有生气, 生气聚集的地方, 在外国呀, 在某些国家呀, 他们呢, 在选住宅的时候, 一般的他们不请风雨师, 在某些地方, 他们不请风雨师, 就拿一个就是说一个乌龟, 啊, 就放在那里, 就看这个乌龟呀, 往哪儿爬, 如果说这个乌龟, 爬到某一间屋, 或者某一个房子内呢, 停下来, 在那儿不走了, 在那儿就说住下来, 人们就认为呀, 这个计划, 这个房子有生气, 啊, 就是人类在那儿居住, 也有好处, 啊, 有很多人都这么做, 在某些国家, 所以说呢, 这个方方呢, 嗯, 也说是, 也可以说认为是非常灵验的, 如果说开坟的时候, 见着龟呀, 见着蛇呀, 这种动物啊, 那肯定这儿就生气聚呢, 你不应该就说, 我把这儿改了吧, 啊, 这不应该更改, 第二呢, 土中有暖气, 或乳气, 或雾气, 此为生气, 这不可更改, 土中有一些暖气, 乳气, 或这些气体, 这就是生气, 不应该改, 第三呢, 紫藤椒和木窟可改, 紫藤呢, 就是说一些藤蔓, 那种植物, 在这儿交合, 长了很多这些东西, 木就不可以改, 说明有紫气, 紫气, 是一种比较极力的一种气, 你不应该把这个木给改了, 改了以后就说, 会破坏这种生气吧, 把那种生气啊, 就白白浪费了, 在这儿呢, 可以遇到生气, 对后人也有好处, 所以大家呢, 不应该随时去改账, 有五种情况呢, 必须签账, 哪五种情况呢, 第一呢, 坟无故自现, 坟无缘无故的就自现了, 自己塌下去了, 这种呢, 就应该改葬了, 第二呢, 坟上草木枯死, 坟上的草木全枯死了, 说明这一点生气都没了, 而可能还出现杀气, 一些不好的气, 会在这儿寄予, 所以说草木不生, 第三呢, 加重淫乱丰盛, 六去六树死绝, 这个种情况也不妙, 也必须地签纹, 这四种情况呢, 男女武逆癫狂, 热道, 加重了一些武逆不孝的人, 而且癫狂, 而且出一些, 道,热道, 就是说能偷东西, 抢劫, 杀人放火, 出现这种事, 也应该签纹, 第五呢, 是刑伤人口, 富人不孕, 家财好散, 百事不休, 这种这些情况呢, 一将坟墓, 改签他处, 第一呢, 用尸骨签坟卷地, 鸡雄减半, 不带血土, 用尸骨签坟卷地, 鸡雄可以减半, 藏坟时三尺为先, 藏身出圣人, 藏钱出富人, 第三, 不要在人家坟前鸩葬, 如果这样呢, 就掉人家风水, 会伤人口的, 认为帝师无眼睛, 乱用帝, 先葬的人家, 忧虑, 后葬人家, 忧, 忧是处于好的, 后面的后葬人家好, 出匣子, 也伤帝师, 第四呢, 藏坟时呢, 棺材下面的建棺材, 坚决不藏, 第五呢, 千坟选及时啊, 就可以了, 第六, 木坑挖好以后, 用多层黄纸, 铺到景象平面上, 用七星钱, 也就是说硬币, 今天呢, 我们就送用那种, 就是我们花的那种硬币就可以了, 一块钱的, 想找几分呢, 好像现在有点困难, 就用一块钱的, 五毛钱的就行了, 压在黄纸上, 然后用松香, 松香末, 撒到黄纸上面点燃, 俗称的叫这种做法, 俗称的叫暖坑, 以尽后辈之孝心, 换取先辈, 辛勤, 服御, 抚养之恩, 又为暖颈呢, 已变集气来得快, 只在后人呢, 速发福, 第七, 藏坟不能用钢筋水泥搞, 水泥钢筋不生气, 又叫硬对头, 故呢, 忌之, 第八, 第八, 藏坟呢, 迅, 坤两挂, 要平杀, 迅挂是青龙, 坤挂是白虎, 害上要平杀, 如果迅镇两挂都有水, 可在以尘交界处, 搞烟囱来, 补救, 第九呢, 藏坟时第一敲, 应在东北方, 火在西北方为一, 判断山形还有五行说, 九行说什么, 五行就说金木水火土, 九行呢就是贪狼, 巨门, 入存, 门曲, 连针, 吴曲, 吴曲, 破均, 左辅右臂, 什么是沙, 沙就是主龙周围的小山, 左边的沙叫青龙, 右边的沙就叫白虎, 前面的沙叫朱雀, 后面的沙叫玄武, 若根据风向又可分为上风沙和下风沙, 主龙前面的沙入, 主龙前面的沙山, 若近, 近前的便是岸山, 比较近的话就是岸山, 如果说比较远的话呢, 便是潮山, 那么什么是水呢, 伴随着山脉而行的河流便是水, 水随山行, 山借水而止, 关水, 首要一条是关水口, 水口本身是有水流之处和水流出之处, 前者要开场, 后者要锋利, 接下来便是观察水的具体形态, 要求方圆平整。 什么是穴呢, 穴分为阴穴, 阳穴, 阳穴是指住宅所立地基, 阴穴则是死者墓地, 穴实际就是指女性的生殖器官, 这是中国古代的生殖崇拜观念的典型反应。 这几种概念是中国古代风水中最为基本的范畴, 其他都是从中发展演化出来的。 上面讲了, 所谓龙就是山的脉络, 龙脉就是山势的走向。 下面我们看一下, 安徽项法风水, 阴宅讲解纲要。 第一章呢, 是讲这个, 密传, 寻荣点穴, 讲的寻荣啊, 点穴这方面的一些, 还有就是说一些基础性的知识, 我们就说, 阴宅风水方面, 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 第二章呢, 是讲查杀的操作方法。 第三章, 密水的操作方法。 第四章, 密传立象法诀, 讲的作风水的。 第五章, 阳公镇山秘诀, 第六章, 阴宅入分直断, 第七章, 藏用阴宅那风水那二十万, 有问题答, 第八章, 阴宅水法讲解, 第九章, 阴宅选址的基本原则, 第十章, 阴宅整体造葬法, 第十一章, 阴宅千坟下葬法, 第十二章, 阴宅日刻的选定, 第十三章, 亡命安葬山巷吉凶段, 第十四章, 阴宅凶灾化写方法, 第十五章是, 阴宅风水案例分析, 第十四章,